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BA东部MVP 创造NBA历史最佳首秀 2013年 麦卡威参加NBA选秀 并在首轮11顺位被76人选中 虽说这一届新秀质量不被看好 但当年的热门新秀是榜眼奥拉比波与炭花 奥托波特 或许谁也没有注意麦卡威 然而 就在2013年10月31日 76人主场迎来冠军热火的挑战 这一天麦卡威第一次踏上NBA的地板 可就在这一战 面对热火三巨头 麦卡威毫不胆怯 全场比赛卡下22分 12助攻 NBA首秀记录第二 9次抢断 NBA首秀记录第一 7 各篮板的准四双数据 而且这个新秀 全场比赛仅有一次失误 最终率领百万七的76人赢下了麦阿密热火 麦卡威一战成名 表现亮眼成联盟最热心秀一战成名 后的麦卡威并不是昙花一现 在首战三天后76人主场迎战德里克罗斯贷队的公牛 麦卡威对位罗斯拿下26分4篮板10助攻和三抢断 并带领球队成功翻盘 随后麦卡威为球队带来三连胜开局 他成为季奥尼尔之后 又一位新秀第一周 就当选周最佳的球员 在13到14赛季 麦卡威四次当选了月最佳新秀 而最终他也毫无疑问 像魔术师预测的那样当选赛季最佳新秀 他在那一赛季场均16.7分 6.2篮板 6.3助攻和1.9抢断 达出了明星级别的数据 成为联盟炙手可热的新宠 以为是开始 然而却是巅峰 这仅仅是麦卡威的第一年 球迷们自然会对他无比期待 期待麦卡威将会在新赛季 让所有人再以此吃惊 76人球迷更是无比欣慰 他们又迎来一位答案 然而 事与愿违 表现依旧很突出的麦卡威 却在第二年赛季中断殷商离队 而76人出于白辣心理 没有对麦卡威抱以耐心 随后将他交易至熊路 到熊路 后麦卡威并没有一帆风顺 一年之后他在镀音商缺战 彻底没有了出生牛犊的势力 而这也就宣告 麦卡威开始在NBA流浪 他在第一年场均得分16.7 第二年14.5 第三年11.5 去年6.6 今年4 6 麦卡威就如同坐着滑梯 人们以为的开始 却是他的巅峰 近来 麦卡威与火箭达成协议 双方将签下一年笔新合同 但伤病缠身的麦卡威 注定只会成为球队的替补 告别了往日的辉煌 希望麦卡威能够迎来自己在NBA新的旅程 双逸 请不吝点赞订阅